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是我,你们的好朋友,西兰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期片钱视频 今天我们要来读Instagram上面 你们给我提的那一些问题 然后我要回答他们 那么我得说 观众智商最高的地方还是在YouTube OK,我觉得我们已经实验过了 微博十分弱智 bilibili十分弱智 YouTube还行 然后Instagram 比较弱智 OK,比较弱智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 但是你知道什么不弱智吗 就是为了YouTube算法点一个赞 OK,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那么你可以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YouTube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视频 然后这个可以帮助到我很多 然后点一个赞 是完全免费的 然后你知道还有什么是完全免费的吗 就是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他们想要介绍的游戏 Wow,是War Robots War Robots是这一期节目的赞助商 它是一个6v6的射击类型手机游戏 在这款游戏里面 你可以购买自己的超级酷的机器人 然后添置自己超级酷的武器 然后去多人战斗和队友干烂敌方 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购买的机器人超过60多种 然后你可以购买的武器也超过60多种 我自己喜欢的机器人呢 是这个叫做 这个怎么读啊 呃,Fujin 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蜘蛛 然后虽然它走上去有一点慢 但是每次看到一个敌方2B卵子 我就可以用我的三个大炮直接干烂它 然后这个游戏也不光只有一个模式可以玩 有不同的模式等着你来选择 然后你也不需要担心你匹配不到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有超过1.5亿的下载量 最重要的一点 我创建了一个战队 然后这个战队的名字 你们猜一下叫什么 它叫天竺鼠车车 因为这个游戏是关于车 然后天竺鼠车车很火 然后没有人注册这个名字 所以我注册掉了 好消息是 你也可以加入我的战队 天竺鼠车车 只要通过我的链接 或者现在屏幕上面显示的二维码 下载这一款游戏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新手大礼包 你可以获得一个超级酷的机器人 还有一个武器 一个超级独特的皮肤 还有啊 100个金币和5万个银币 同时如果你是前1000个 通过这个链接下载这个游戏的观众的话 你也会获得一个十分牛逼的一个喷火器武器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为此而来 通过我的链接赛这个游戏 然后加入我的战队 天竺鼠车车 我们一起干Live全世界 不管怎么说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视频 行了我们来读第一个问题 他说 自从加字母以后会觉得很麻烦吗 加字母的确是挺麻烦的 但是好像做中文视频 你必须要加字母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这个原理是什么 当然我可以猜测 也许是很多人 他们口音很不一样 不是所有人普通话都讲的 像我一样标准 对吧 毕竟一些台湾YouTuber 如果他们真的不加字母的话 我是完全听不出来 他们是在说什么的呢 这个是我台湾腔 OK我知道 十分准确 十分准确 只要讲话稍微女生一点 就是台湾腔 OK不要质疑我 华为和苹果 苹果 因为我没有用过华为 然后我不喜欢安卓 然后我也不想假装说什么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就必须喜欢用华为 like what the fuck is that 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为什么你必须要喜欢华为 你可以喜欢小米 对吧 为什么中国人就必须要喜欢华为 你可以喜欢秘族啊 为什么必须要华为 我搞不懂 CC会不会想留个长发 换个发型 你哈 这是什么意思 在嘲讽我吗 什么叫做 你哈 我不知道 也许 Instagram上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打字 下一个问题 头型这么做的 是这么做的 是的 你说的很对 应该是哦 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确定 但应该是这么做的 不是你们是不是不会说中文还是什么 下一个问题 西兰最近有什么好看的打算吗 什么叫你妈好看的打算 这都是什么 你们是不是不会写中文还是什么 都是语言不好还是什么 好看的打算是什么意思 下一个问题 有没有打过炮了 什么叫做你妈 有没有打过炮了 是这个视频开耳录之后 我有没有打过炮 还是我生下来之后 有没有打过炮 这个是你们语文怎么学的 有没有打过炮了 我就来假设你是在说 这个视频开耳录之后 我有没有打过炮 那么答案是 有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行了 OK 这个过几分钟 现在还软着的 你要等两分钟 行了 别这么饥渴 我操 烦得一瓶 大陆会说干你娘吗 感觉大陆都讲 操你妈 我们好像是都讲操你妈 没有多少人说 干你娘 如果说干你娘的话 很多时候也是学台湾人 怎么说干你娘 然后其实我觉得 操你妈听上去比 干你娘凶多了 你知道吗 干你娘听上去就是 干你娘啦 干你娘 干你娘 这种感觉 操你妈就是 操你妈 我操你妈 我操你妈 完全不一样 是吧 后者很明显 更凶密些 西兰有想过 粉丝的小名吗 还是就叫西兰花 西兰希望我们叫你什么 西兰花 这个名字听上去 娘泡的一匹 千万不要叫自己西兰花 OK 不要在外面和别人说什么 我是西兰的粉丝 我是一名西兰花 别人会看着你 然后觉得你是什么 你是喜欢在杠门里面 塞入一些东西吗 还是什么 西兰花 你们叫2B卵子 OK 然后这个也不是什么 官方名字 OK 不要说什么 西兰粉丝的官方名字 是2B卵子 太cringe了 OK 太cringe了 我们粉丝没有什么 官方名字 你想叫自己叫什么 就叫什么 OK 没有什么 什么TFBOYS 他们粉丝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TFBOYS粉丝能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了 叫弱智 我不敢相信你 既然这么碰TFBOYS 王源他这么努力 你们有看出来吗 他心眼可用力了 中国在哪里找女生做爱 这个你得问中国 OK 这个你不能问我是吧 你是在问中国 不是在问我 你们是不是不会语文 还是什么 不会中文 这个Instagram上面 是不是都是美国人 还是啥 在那边假装自己是中国人 还是会说中文的人 然后在那边说 我喜欢西兰的视频 你们是不是都是间谍 老爸爸二选一 一年不洗澡 偶尔一年没有性生活 性生活是什么意思 是手冲算性生活吗 我们假设手冲不算性生活 OK 我们就这么假设 要不然知道TFBO不能选 一年不洗澡 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一年没有性生活 也会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 让我感觉更不舒服的是 一年不洗澡 所以我会选择一年没有性生活 所以我可以洗澡 洗澡很重要 OK 性不性生活 这个是可以忍的 OK至少还有手冲 是吧 然后至少你妈可以帮助 我开玩笑了 这是什么笑话呀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觉得自己好笑吗 是一个funny的人吗 如果让你为自己的funny程度打分 你会打十分里面十分 OK 我没有说过一个不好笑的笑话 从来没有 没有过 没有 你是怎么过情人节吗 哎呦 真的是 你们怎么回事的 哎 怎么一个接着一个的 语文一个比一个烂 你是怎么过情人节吗 你们需要我一个半白皮出 教你们怎么说中文吗 还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卡姆出来了 我知道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在上海的一个夜店里面碰到了他 然后我听说我这个朋友上去 和他说了一下你好 然后说我很喜欢你的脱口秀 然后我听说卡姆听到他说这些话之后 和他说了一句谢谢 然后卡姆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动作 真的他妈牛逼 我总是觉得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粉丝 你应该和他们好好说话 至少不要太粗鲁 至少和他们唠唠嗑 然后拍个照 签个名什么 这都是OK的 只要是你在打扰的这个人 他不是在做什么十分重要的事情 也许去夜店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谁知道呢 但也许是他刚出狱 然后不想有太多的注意力 不想有太多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也有可能 是吧 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生涯以后要怎么走 所以啊 谁知道呢 为什么不当英文的YouTuber 外国的市场应该比中文的好赚吧 很多人给我发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觉得 如果你是讲一个语言的YouTuber 你就可以马上的 无缝的 直接变成一个 另一个语种的YouTuber 现实中没有这么好做 OK 如果我今天所有视频都是讲中文 我的意思是 70%中文 30%英文 因为这个是西兰C冷频道 然后我就突然100%英文 然后标题什么也是英文 然后面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众群体 那么这相当于 是我在毁掉自己的频道 OKYouTuber看到 你以前的订阅者 他们都不看你的视频了 因为他们看不懂你的这个内容 然后他们都不看了 这个会摧毁掉你的频道 就算你加了中文字幕 也是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感兴趣 看一个英文语种的视频 然后我也觉得 我也更想做中文语种的视频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market 对我来说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niche market 在这个YouTube上面 但是我更喜欢做 这个是我更擅长做的事情 我更喜欢说2B卵子这四个字 而不是 这个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OK我觉得中文更有意思一些 然后这也是我更擅长说的一个语言 所以我会继续做中文视频 而不是英文视频 有人在pdpd上转载你的视频 并且过审了你怎么看 我看到了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 他每一天转载我的视频 很多人很高兴 很多人给我发了好多好多好多私信 说什么希拉 你竟然能在B站上面过审了 然后过了几天 过了一个月不到 这个人就发了一个动态说 然后现在有其他人 在这个B站上面搬运我的视频 然后你们想搬运就搬运 OK不碍我屌事 只要是你保出我视频里面原来的意思 没有曲解我的标题还是什么 我觉得都OK 有没有觉得做了之后 一生就没有遗憾的事情 有这个事情是 为什么大家总是说新年快乐 却没有人说新年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都忘记了 人生最重要的是开心 真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每一年说新年快乐 我们就忘掉了人生本来活着的本质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需要重新深思熟虑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不要每一天说新年快乐 然后你忘记了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也祝大家新年开心 OK 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 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 有没有想过自己哪天视频做不下去了 或者过气了 会往哪条路发展 我 我会过气 西兰喜欢什么类型的 你看我怎么样 我没有仔细看这个人的profile 但是这个人profile里面很明显有两个人 所以这是什么 你们是要两个一起上吗 还是什么 我没有看过他们的年龄 所以这个笑话不应 Celen 你喜欢Ben Simmons吗 怎么又是这个问题 我以前估计回答过 你知道吗 我不认识 Ben Simmons是谁 我一点都不认识 关于小玉的retire 有什么想说的吗 她有说自己retire吗 如果有的话我没有看到 我只看到她最近没有发视频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我觉得她继续做 她还是可以转型 如果她以前的这个形象比较不好 喝人奶 还是吃自己精液 还是什么 她还是可以转型的 我知道气象很疯狂 OK 她还是可以转型的 如果她转型成功的话 她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YouTuber 在这个台湾这个market 她也可以赚大钱 迎娶白富美 然后成为高富帅CEO 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她不做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但是每个人人生中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和不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尊重她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西兰里真名叫啥 上一次视频我们说了我真名叫赛兰 但是我看了一下上一期视频的评论 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猜出来我真名到底怎么写 所以这会继续成为一个这个频道上面神秘的一个谜题 大家可以继续猜 你们可以继续使劲猜 评价一下Larry老师 我前一天试着录过一整个视频完全关于Larry老师 然后啊你知道吗 就算是在YouTube上面 这也是一个十分糟糕的视频主意 今天在这个视频中 我会分享给你们大家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看他几个视频react一下 然后给出一下自己的见解 但是Larry老师的视频就算放在YouTube上面 我也觉得我的天哪有点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分享几个常见的酬睡手法 我操 平心而论 他讲的一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 肯定是自己真的经历过这些实践 然后他真的是在认真的在做这些视频 他不是一个搞笑的人物 这个就是最fucked up的地方了 行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问答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这一天我录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视频 然后在未来的几天他们都会发出来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别忘了点一个顶 喜欢我的话别忘了点一个订阅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我操你妈